昨天綠營這種暴力杯葛議事不讓通過國會改革法 那另外怎麼看柯建平早上叫你出來面對 還說民眾老部分就是要來擋榜 因為他覺得說藍白兩黨是在聯合賣臺 他叫你出來面對 對於昨天的事情我來做一個說明 其實昨天我知道在立法院的那些吵架又上了CNN 今天如果發生在三十幾年前 還有那個萬年老國代萬年老立委的時代 大家還可以理解 他民主化已經三十年了 怎麼會在立法院發生這種事情 本來國民黨跟民眾黨的立法委員他們也去排隊 排了兩天兩夜也希望說能夠拿到一個優先的提案權 你們民進黨怎麼會用這種暴力插隊的方式來處理 而且擺明就是要嘛就冗長花園 那甚至不然就使用暴力 我覺得這樣啦 當家不鬧事你知道 很難想像說 今天怎麼會是執政黨在做抗爭 如果是三十幾年前 那種老國代的時期要做這種事情 人家可以理解 今天我是無法理解 這第一點 今天我們要談一個很嚴肅的題目 我在這個地方直接請教賴清德總統你即將上任 請問柯建明的花言 是代表你的想法嗎 因為這決定我們未來四年大家朝野怎麼相處 台灣民眾黨是可以商量的 你看看喔 從二月一號到現在 民進黨有來找過我們商量任何法案嗎 這只有謾罵啦 不然就是意識冗長花園啦 不然就像昨天乾脆直接 訴諸這種 肢體的衝突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 成熟的民主國家應該有的現象 所以在這個地方直接問 賴清德 柯建明的花言真的是代表你內心的想法嗎 你真的希望未來四年台灣就這樣吵吵鬧鬧嗎 這個是 你們要去思考的 所以 國會都可以商量啦 議案大家可以商量 總是我相信這樣啦 好的議案 大家都會通過 有正義的議案 也許大家商量一下 我認為啦 每一個政黨都是直接面對民意 沒有人敢去推出一個民意不喜歡的法案 所以這個我想 絕大多 我還是相信絕大多數法案 經過商量 會有一個 大家都可以妥協的版本 二月一號到現在 民進黨從來不跟我們討論 每天只有謾罵 然後現在怪我們說沒有投給他 我覺得很奇怪 會覺得他們綠營現在這樣反而是給賴清德520一個提前的難堪嗎 剛才就問了第一句話嘛 一個很嚴肅的題目 真的 柯建明的作法是代表賴清德內心的想法嘛 我是無法理解 人家說當家 不鬧事嘛 執政黨怎麼會用抗爭的手法在立法院 我覺得我是蠻驚訝的 那怎麼看是你會不會擔心說會影響到明天的優勢 可能會發生其他衝突 基本上喔 我知道是這樣啦 我對台灣的民主還是有信心 台灣民主要30年 其實不要刻意去挑起什麼爭端 大家就是表達自己的意見 絕大多數的這種集會遊行都會和平落幕 這個我反而不擔心 我對台灣的民主還是有信心 你怎麼看大家覺得說昨天是不是第二次的318運動 那你覺得說昨天這個學生聚集跟之前的318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這次好像感覺是有一些政治動員跟之前主持的代表不太一樣 我跟你講喔 其實還是那一句話啦 沒有人會去提出那個不符合民意的法案 這整個政黨都一樣 大家都要爭取選票嘛 所以我是這樣 其實這樣啦 如果是純粹為了政黨運作 然後再搞衝突 也許可以動員一小部分的民眾 但是很難變成一個大規模的運動 這我非常清楚嘛 你沒有人民的共鳴這種事情是做不起來的 主席那因為傳出明天的一個遊行 一開始在黃國昌說 宣布要這個活動的時候 您是不知情的 是真的是一開始是不知道的 不是啊 他們一定有擬案嘛 先擬案上來我們再共同討論 我知道這一段時間喔 一開始是挑撥我跟黃珊珊嘛 再來是挑撥我跟黃國昌嘛 這個我們每個禮拜有禮拜有 其實有任何活動 我們都是有商量過的 所以我想這 目前這種挑撥離間的 做法 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成功啊 我看昨天好像大家都把矛頭對準這個黃國昌老師 黃國昌老師在哪 你會覺得他這樣子好像有點就是 就是又被點名拿來做模範教兵嗎 他只是個子長得比較高 講話比較大聲而已 我們今天要結束 謝謝